段时间,杰哥和乔乔一直在考虑堤坝绿化的处理,最终两人去外面收集了些甘蔗头和草,先把它们砍成一小段,到时候也好直接埋进土坡生根发芽,甘蔗能不能长起来还得看以后的效果,但种上一些草,也许能为后期养殖和绿化带来一定的好处。 对于种植的顺序,两人打算从堤坝边坡这里种过去,杰哥负责挖坑,乔乔则跟在后面埋干着头,开挖这么大的面积,感觉也没给农场带来多大的好处,不过生活如此,总是要折腾一遍又一遍,才能认清自己的需求。 而这次的种植只是个小开始,大面积开挖粮田,剩下的粮田,还要留下来种植收益较好的农作物,没有绿化作为覆盖,整个场地的视觉的确差了些。 种完堤坝的一面,对于靠着小溪的一面,他们继续种上草,将种结直接插入土中,也希望这次的种植能带来一些效果,要真能成,也方便后期继续用来处理边坡。 对于堤坝的那一侧,他们已经有了新的种植方案,那就是种植一些可用于食物制作的香茅草,两人直接从一侧沿路种植过去,除了有一定的绿化效果以外,还能为后期的食物制作带来更好的体验。 等做完这些,杰哥和乔乔打算出趟远门,所以他们得先把这些猪猪给喂饱。 至于上次浇住的厕所地板,还未达到拆模的时间,建造时候,也需要去山上收集些木头回来搭建。 其实杰哥家土地还是挺多的,沿着河边的土地,他们种植了许多蔬菜。 右侧的山头,之前还来挖过木鼠喂猪,特别喜欢吃自家种的新鲜番茄。 一个个采摘下来,轻轻放进花萝里,回到家后,还能用来搭配鱼肉做鱼汤。 不过红番茄倒是没看到有多少,所以这次来不仅仅采摘一种蔬菜,好久没有感受过这种丰收的喜悦。 看着果实,就想上去摸几把过个干饮,有自己的土地种菜,只要勤快,虽然不能大富大贵,但温饱是问题不大的。 采摘完番茄,紧接着就是采摘旁边的各种蔬菜,别看上面有虫子啃食的痕迹,也许那些完美表面的背后,隐藏的是狠狠的高科技。 其实对于吃的这些蔬菜,种植方式它们还是挺在意的,自己动手风衣足食。 有多少人的梦想是种菜呢?说了你可别笑话我,我的梦想还真是种菜,看着自己种下的菜能有所收获,心情很轻松。 真的会好很多。 等采摘完新鲜的蔬菜,紧接着两人打算上街摆摊,这里时常会有人开车路过。 杰哥和乔乔随即借了张桌子摆放好位置,其实杰哥的目的是上街买些农用工具,所以顺路的同时,刚好可以采摘一些蔬菜来卖。 这些蔬菜价格很实惠,上来的两位顾客随即各买一些莲花白和番茄,折算下来,总共付了15块钱左右拿下这些。 有条件的话,在镇上生活买菜简直很舒适。 当然了,这里说的并非去超市买,选好时间,就能买到刚才摘下来的新鲜蔬菜。 这种感觉,也许只有志同道合的人,才能体会到其中的滋味吧。 等结束了摆摊工作,杰哥立马过来点了两杯奶茶。 做完这些,两人打算买些农用工具就回家。 杰哥开局选上了两把尖刀,另一把他打算给乔乔使用。 作为一个农村人,有一把衬手的工具很重要。 杰哥边挑边认真倾听他的声音,选拔满意的工具要上心。 买了这次估计又能薅了一座山,毕竟实力摆在这里,只要不累死,山里能薅的都要薅一遍。 忙完这些,两孩子也到了放学时间,刚才买的奶茶,也是给两个女儿准备的。 回到家以后,这两杯奶茶是杰哥第三次买了,一般他很少给孩子买这种饮品。 而今天一起采摘回来的新鲜蔬菜,也刚好可以用来制作一顿丰盛的美食。 巧巧随即切上几个番茄来搭配,到时候拿它和鱼一起炖。 杰哥则上山砍了几根重义的木头,他想用来作为锄头和铲子的木饼。 以前父母也是上街买农用工具,木饼都是自己亲手挑选木头来制作。 一把趁手的工具,还能提高干活的效率和手感的舒适。 杰哥在制作木饼的同时,巧巧这边饭菜也差不多准备好了,取之大自然的美味。 这样的美食我可以干上无碗,要是再炒一盘腊肉,那股香味简直不要太安逸。 习惯了手抓饭,吃饭前的工作也得做好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上次胶筑的地板也到了拆模之际。 趁着太阳下山的时间,大家将这项工作完成。 同时呢,旁边的风箱,杰哥也想重新找个位置来摆放。 首先把箱口给堵住。 位置的话,这次他选了个大石头,清理掉表面的泥土。 到时候盖上瓦片来遮雨,明天就可以开始建厕所。 路级山上的木头一带搭建。 杰哥今天要完成整个厕所的建造,美好的一天如约而至。 杰哥和巧巧早早就起来准备建造厕所。 蹲变器已经提前备好,现在主要考虑高叉的处理。 接着将芭蕉杆取出来以便安装,为了让厕所少点味道。 这次建造后的主要功能相当于小便池,加上安装蹲变器需要抬高地板。 巧巧还得在周围挖些泥土来回填。 杰哥认真负责起蹲变器的摆放工作。 他随即剪歇之前拆下的红砖来作为支撑,到时候重新抹水泥沙浆,也就可以填高地板。 对于材料的准备,杰哥已经将沙子运回来。 水泥的话,仓库这边还有两包还能使用。 由于堆放时间过长,水泥受潮结块了。 不过用来搅拌沙浆建造地板,还是问题不大的。 找平地板倒是不用担心,直到现在才明白,原来之前堆放起来的泥土是这等用处。 在回填的时候,虽然搅拌好了沙浆,但回填的泥土却弄到了蹲变器。 杰哥只能重新摆放位置,以确保能顺利进行下一步工作。 做完这些,先用沙浆把孔洞填满,你脸后面回填泥土的时候,从缝隙掉进便池里。 接着将周围的泥土产进来回填,原来杰哥之前有对高差的计算。 考虑到使用功能,他打算安装一根水管从这里经过,固定的话,先暂时封上一些沙浆,然后外加一块碎砖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乔乔已经将周围填平,经过两人多次的来回拍打夯时,沙浆找平也尽在咫尺,平整好地面。 杰哥用木板简单织抹,木板的内侧,乔乔随即产一些沙浆倒在表面,等将地板找平,干透以后清理起来十分方便。 而后,杰哥和乔乔准备上山加工木材。 山上有一些之前砍伐的树木,为了方便建造,杰哥会提前砍伐一些树木,一来木头干后比较轻易运输,二来还能节约时间。 不用再花时间干燥,只需要按照一定尺寸锯开木头,接着就可以直接在现场进行加工。 干木头轻易写,用几根小木头作为支撑,就可开始粗加工木板和木方。 木板用于墙体建造,木方则用来建造柱子。 同时呢,闲下来的时候,杰哥也会上来加工一些木板存放在山上备用。 等将一根根木方加工出来,运下去到问题不大,同时将收集好的生木头一并运下山,边走边往下扔。 重复性的动作有些枯燥无味,但将这些材料全部搬下来,还是费了不少的时间和力气。 好在现在已经将道路扩宽,目前总算可以直接运回农场,挖来挖去,还是道路的使用率最高。 等将加工好的木材全部搬运到因子。 接下来要做好搭建前的准备工作,地板已经可以拆模,先把木板拆下来放一边,紧接着两人快速挖坑来建造柱子。 今天务必要把厕所建造出来,对于建造柱子材料的选择,收集回来的木方也在合适不过。 山上加工回来的木方,也仅仅是超出了那么一点,超出去可以,少了还真不行。 每次加工前,杰哥都会先确定好尺寸,现在只需将柱头处理成方便搭接的结构,后面固定起来会快速许多。 除此以外,柱角他们用塑料布包裹起来,虽然只是建造个厕所,但杰哥和乔乔还是很认真对待的。 在杰哥固定柱子的同时,乔乔也在一旁削皮,这些木头用来搭建顶部结构。 放学时间,小月自己回到了萌场,可心并没有回来。 他去了爷爷奶奶那里生活,忙碌的时候,爷爷奶奶会选择帮忙带孩子。 随后两人用木头简单搭出顶部结构,为了方便盖瓦,上面还得再固定三根木头来作为龙骨。 接着将多余的部分锯掉,结构虽简单,建造起来还挺花时间,好在上次拆下来的瓦片存量足够,并不需要在上间买瓦。 杰哥担心瓦片被风掀翻,他打算用废弃轮胎来作为电片,然后搭配铁丝,固定之后会更有保障。 对于没有手机玩的小月,他只能在一旁寻找乐趣。 杰哥经常搭建各种木结构建筑,虽有些粗糙,但尺寸把握得刚刚好。 以前拆下的木板,能用则用。 建造后的墙体虽有些大缝隙,清风徐来,也能带来一丝凉爽。 在我们农村,上厕所的暗号就是可几声,没人硬就可以直接进去。 当然我一般是边刻边哼手小曲,深怕里面的人听不到。 其实平时它们在外排放也挺好,不仅环保卫生,自我降解,用一些叶子棒子啥的,也非常顺手。 重点是能节约买纸的钱。 等将三面墙体封好木板,杰哥立即用邮具处理掉多余的部分。 至于门的话,建造好门框,用之前的木板安装上去就行,在没有荷叶的条件下,这何尝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。 尽管这样的厕所晚上蚊子多,但可以通过高频率摆动使蚊子钉不上。 最后用剩余的沙浆找屏两侧的缝隙,一个可供夜晚方便的厕所算是完工了。 在这深山中生活,晚上出去还是有些害怕,有个厕所安全感十足。 没想到用了一年多的水轮机竟然换了,杰哥打算买新的水轮机换上。 自从上次建好厕所,这生活是该有了新的样子,该有的东西一个也不能差。 两人分工明确,各自将手上的工作干好,等有了足够多的水源。 杰哥将蹲电器边缘的沙浆刮了一遍,乔乔则在外面清理地上的废料。 对于清到垃圾的点位,他们选在了道路转弯处的角落。 清理完周围的垃圾,杰哥发现水轮机并未正常工作。 在忙碌的时候,早上也并未检查水轮机,看着情况确实不妙。 转轮在水利的冲击下,仍然处于不工作状态,来此已用了一年多。 水轮机说坏就坏,之前坏过一次换了零件,这次坏透了,只能重新换一台新的水轮机。 这老补董先拆下来,木板这些暂时留着备用,后面些许还能用得上。 回到家里,杰哥和乔乔商量接下来的工作,买个发电机需要上街,他们打算顺路采摘一些果子来摆摊。 最近柚子又到了可以采摘的时间,只要和农场主商量好价格,就能在果园随意挑选。 第一次来这里的果园,杰哥打算包个柚子尝尝口感如何,话说有谁知道怎么挑选柚子吗? 每次的挑选,这何尝不是一种运气,捏一捏,摸一摸,颠一下,小编大概率会先选中的,吃上几口,没想到口感挺不错。 大家立即分散开来采摘柚子,一个个大柚子,采摘以后蚂蚁还挺多,没人来采摘去卖,地上都掉落一片,真可惜,别人采摘柚子靠智力,但面对这种一般高度,杰哥真的要谢谢,采摘并不需要什么实力,直接伸手就可以,要说男那么一丢丢的, 也就爬个树而已,问题不大。 这次夫妻双双把活干,袋子都不需要用上,第一次来这边采摘柚子,也不知道价格如何,上街以后,杰哥随即找了都为着摆摊,这次直接按个卖,折算下来三块钱一个,刚来的顾客看着价格实惠,随手捡了五个柚子装入袋中,杰哥的摊位前,其实还有人来摆摊卖机,随着时间的推移,三块钱一个的柚子也卖得差不多,能吃上各种水果是令人羡慕的,主要是他还便宜。 等买完柚子,杰哥总算找到一家可以买水轮机的店铺,为了展示产品效果,老板立马拿来了新的转轮,这对杰哥来说可是新款, 也是第一次接触,家里那台老古董都好几年前的了,同时老板还说这款发电比较稳定,而且安装步骤并不复杂,但是安装细节还是给杰哥演示了一遍,等杰哥回到农场,也好自己能顺利安装。 等演示好安装过程,杰哥十分满意,决定拿下这台水轮机,没有电可不行,只是这鬼东西还挺贵,折算下来,一共需要580块钱左右才能拿下,当然了,合作愉快也不能忘记,下次有需要,还会再遇到。 不得不说,虽然农场交通一般般,但相对于街上的环境,这里看着会舒适许多,回来的第一步,乔乔负责回去拿工具,杰哥已经等不及试试水轮机的效果,不行还得赶紧回去换,安装倒是问题不大,问题在于怎么将它固定起来,而且这东西,到底要不要用盖子来挡水呢? 经过多次的安装尝试,杰哥最终还是放弃盖子,转动起来压根不好固定盖子,于是他决定先在木板上凿个洞口,到时候用钉子固定住发电机,下面则用来安装转轮,加工好木板,暂且找个合适的位置安装固定,接着再将发电机安装到木板上。 固定好发电机,杰哥将转轮安装上去,位置刚好合适,碰不到旁边的木桶,将螺丝拧紧,也好试试发电效果如何。 不过这次上街并没有买电胶布,接好线以后,暂且用塑料袋包裹起来,能不能成试试变质。 接好电线,杰哥将水管一位开始进行测试,转轮比之前的大一些,水花四键时,问题也显现出来,看来真得想个办法盖一盖发电机。 最终杰哥打算用两块木板围起来先,等回去看看发电效果再做下一步打算。 自意外带来的巨大收获,杰哥不仅获得自然蜂蜜,还和老婆吃上了一块钱一个的主玉米。 自从杰哥解决了水轮机发电问题,随着天气渐渐变冷,杰哥也开始准备耕田,虽然目前养了头牛,但耕田还得用上这台微耕机。 原始淳朴的耕田方式越来越远,老一辈真是不容易,有了这东西,也不怕耽误农食,而且效率还高。 用这种方式确实能自己自足。 好在家里有一位贤妻良母, 杰哥在耕作的同时,乔乔已经开始准备午饭,乔乔很爱自己的老公和孩子,并且为此感到幸福,午饭他们还做了考虑。 虽然杰哥以前在周围摆放了几个蜂箱,但结果并没有让他如常所愿。 在大自然没有赏蜂蜜吃的时候,杰哥只能去大自然碰碰运气,然后取而代妆。 不过在出发之前,当然得先吃上美美的一餐,乔乔这边已将饭菜准备好了。 原来大鱼大肉的生活,也可以这样过。 加一些野菜来搭配,取之于自然,生态又健康,都省了种菜和买菜的环节。 不过鱼塘始终还是未能如愿,杰哥打算上山寻找蜂窝,到时候也好将蜂巢搭配玉米来一起摆摊。 于是夫妻二人缤纷两路,悄悄在家挖钩准备接下来的种植计划。 杰哥负责上山寻找蜂巢,但凡有些蛛丝马迹,都逃不过杰哥的眼睛。 称他一声幸运歌都不过分,朝着小夕一路向南,最终在灌木的深处。 他发现了一些端倪,石头的下方,便是那寻找许久的蜂巢。 爬上去确实显得危险了些,这次带足了装备,并不怕空手而归。 上来以后,先用尖刀清理周围的杂草灌木,为了能驱赶蜜蜂方便取下蜂巢。 杰哥打算用上烟熏方式,悄悄放在洞口慢慢烟熏,待会儿就能顺利取下蜂巢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看来可以先将眼前的巨石撬开,以便接下来更好发挥。 没想到货还真不少,先不慌,门前一把火,日子更好过。 随后杰哥小心翼翼将蜂巢取下,这把算是被幸运哥赚倒了。 蜂巢好处多多还是免费获得,作为掏蜂窝老司机,这种蜜蜂他都不用什么防护装备,倒是隔着屏幕的安全感让人很舒适。 等取完大部分蜂巢,杰哥还是留了一部分在里面,剩下的拿回去还能换些钱,等杰哥回到小溪边时,原来这里的蜂巢可不止一个。 在石壁的上方,还有一点运气没用完,到达以后和之前一样,有烟好操作,但难度在于开图取物,这个地方需要用钢签挖开。 石质边坡挖起来还是有些费力,而且高度也让人有些忌惮,但成果肯定会非常满意。 等石头滚下山去,就是动手的时机,这次又被幸运哥给赚倒。 先用尖刀轻轻取下,简直十分安逸,还真又捡了个便宜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,总算将大部分蜂巢取出来,等杰哥回到农场,乔乔正忙着挖钩准备往后的种植,要不了多久,就能重新种上一批农作物。 回到家里,杰哥迫不及待拿出成果来分享,有了这些风潮,明天总算可以带家人出门掰玉米。 美好的一天如约而至,杰哥带着家人一起出来掰玉米,还别说,这桥的设计看起来挺不错,和大自然完美结合。 而离桥不远的地方,有一片玉米地,掰一些回去煮熟,少部分煮来一家人享用,大部分则拿去街上卖。 像这种嫩玉米,煮来卖的话,杰哥打算四个卖三块,还别说,这次乔乔算是穿对了衣服,杰哥和小女儿穿的短袖,虽说微风吹过很凉爽,但他却抵挡不了玉米叶歌手。 玉米叶划过手后又痛又痒,并且一不小心还会碰到羊辣子,好在幸运哥一直很幸运,都没碰到一次羊辣子。 忙碌的时间过得很快,转眼瞧瞧的花螺已经装满,这次掰的玉米非常嫩,饱满的玉米粒吃起来肯定会很安逸。 两人各装了一大花螺,这里离自家农场还是有点远,少搞一些,将就得了。 当两人回到农场,已经是第二天早上,昨天去看了留在爷爷奶奶家的大女儿,早上两孩子结伴上学,夫妻二人回来照料农场的同时,也好将昨天掰的玉米煮熟,带着皮根须, 煮出来很好吃,两人随即简单去掉一部分的皮和须,到时候直接放进大锅里,方便又快捷,不过有些人喜欢将全部的皮包掉再煮,有些人则认为不包皮煮更香,啥也不用假,味道清香有味。 煮玉米的大锅,杰哥已经选好,暂且用煮猪食的这个吧,洗锅以后放入一个根玉米,台上灶台,冷水下锅后需等待一小段时间,并不用煮太久。 一段时间过去,乔乔试了是玉米有没有煮熟,看来已经到了可以一起抬锅的时间,看着这种形状,想起了小时候很香的玉米,那时候吃玉米就那么几天,现在什么时候都能吃上了。 记得以前,妈妈掰回来包干净玉米皮和须子,煮的时候并没有放料,煮出来那味道闻着就香,吃上几个精神饱满又出去了,现在似乎没有以前的味道,也不知是品种的问题,还是以前物质匮乏的原因。 临近孩子放学时间,杰哥和乔乔来到之前的摆摊地点,除了第一次收获的蜂巢,还有煮熟的玉米,因为三块钱四个,立马吸引了一堆顾客上来挑选。 今天的天气有一丝丝冷意,两人硬朗的身板和其他人形成鲜明的对比,等到孩子放学,他俩也吃上了美味的玉米,美好的一天就在摆摊中静悄悄结束。 中果实居然还能吃,并且做法也十分简单,不过杰哥还得出门挖牧鼠喂猪,美好的一天如约而至,一早杰哥带着乔乔出来采摘棕驴果,棕驴果有些是不能吃的,分不清的话,最好不要乱摘下来甜。 特别是鱼尾葵,其养无比深有体会,采摘下来的棕驴果,果实看着大势大了点,形状和色彩看起来却像蓝莓一样。 成熟的棕驴果,两人打算采摘回去闷了以后拿去卖,到时候也能换些票子来不给家用。 这里的棕驴果非常丰富,经过一段时间的采摘,他俩已获得一小花螺,可以说果子多到采摘无力,实在太多,摘都摘不完。 虽说不爱吃这些东西,但大叶蒲葵果实还是见人吃过,用糯米包裹起来吃,一股油香味,努力了一段时间,现在也该回去了。 目前还不知道棕驴果市场价如何,回到农场,今天的鱼塘水味总算有所效果,而回来的第一件事, 就是架锅准备焖上一锅棕驴果,不过等水温合适需要时间,考虑到待会儿还得出门一趟,杰哥打算先打些芭蕉杆来喂猪。 等到水温合适,乔乔赶紧先将锅抬下去,接着倒上一些采摘的棕驴果,看着不同的外形,这种应该是棕驴果中的大叶蒲葵。 宝蓝色的果实,估计一般人不会选择食用吧? 有些绿化袋就中的油,以前建环卫工摘后直接扔掉,还以为这东西不能食用。 洗干净的果实,巧巧将其全部倒进热水里浸泡,等闷到果肉十分柔软才算成功。 杰哥这边也在勤快地打一些芭蕉杆,这次买回来的切碎机口子很小,长时间工作,机器已经被残渣卡住,时常的维护也必不可缺。 杰哥用尖刀仔细将残渣处理干净,等再次安装好切片。 调试以后,总算恢复了当初的状态,由于之前挖回来的牧鼠已经所剩无几,也总不能一直用芭蕉杆来喂猪,加上完美把握柴火的燃烧时间。 做完这些,两人总算可以放心出门一趟。 对于牧鼠的种植地,他们选在了坡度很大的土地来种植,这样可以腾出土地来种其他农作物。 就是这斜坡挖掘起来有些难度,虽然并不影响牧鼠的种植,但一个不小心滚下去,还是有小概率吃喜。 所以怎么使力确实需要技巧,长期积累的经验,一般摸上几把也就心中有数。 其实除了用牧鼠来喂养家禽家畜,如果有条件的话,他们还会收割牧鼠夜来喂鱼,可以说牧鼠全身是宝,金蛋则砍下来可以继续种植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牧鼠已经挖好了一小堆,至于回去要不要进行牧鼠去皮,这是一个新类的过程。 好在爬上山坡就是车路,还能走上一段比较宽敞的道路,这次挖了两大花螺的牧鼠,顶上一段时间绰绰有余,山路也并不好走,回去汗流加倍。 而回到农场的第一步,就是验过刮牧鼠,杰哥并不打算刮皮,常规操作是放水里面用脚踩,特殊操作是直接不洗,然后切碎来喂猪。 毕竟挖牧鼠已经非常辛苦,再来一套先刮后切针的药面,小时后便刮边哭,刚刮完一堆又来一堆,那种绝望,回味起来童年它突然就不香了。 而之前闷的果实已经差不多,果肉变软一捏就碎,乔乔还特意尝上几口,似乎还真有点挖塞,这次他们并不打算带秤上街,最好的方式,莫过于先在家里装成一小袋,一袋一斤,刚好合适,天气冷了,各位早晚记得多加点衣服,任何时候都要照顾好自己,就像杰哥一样,有衣暖身,有人暖心。 等两人上街摆好摊摊,天冷了,老顾客也穿上袜子赶来支持,毕竟一袋的棕驴果,折算下来卖了三块钱,等天气转暖,倒是可以再采摘一些蔬菜来卖。 卖完棕驴果,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喂猪,等空闲下来,杰哥打算拆下木房的墙体和地板,重新加工的木板,也许能让农场生活变得更加舒适。 有许久的木房,杰哥打算重新加工之前用于建造的木板,粗糙的面层将就用了一年多,是时候把整个木房的墙体和地板全部拆下,不过这些床品还得找个位置堆放,好在对面还有足够的空间,到时候暂且堆放在那边。 对于加工木材的工具,杰哥提前上街买了台电豹子,难点在于解决用电的问题,好在之前解决了水轮机发电,现在能轻松应付这项工作,而用于建造的木板。 之前加工过于粗糙,后期都没耐心来进行清理,有些角落已经布满了小蜘蛛网,等以后加工好木板的表面,也许刷上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 刚来的时候生活确实有些艰辛,现在是时候慢慢改善居住的环境。 两孩子今天没上学,他们虽小,也能帮忙处理一些小事情,杰哥则继续用钢签撬开这些木板。 为了方便加工,乔乔随即过来一起将上面的钉子取下,后面还能用上这些钉子,回收利用也可节省买材料钱。 在两人完美的配合之下,他们总算将墙体木板拆下一部分,没有更好的支撑物体。 杰哥立马搬来了两个风箱,以此作为支撑,加工木板也就此开始。 这次的翻新比较费实,好在用电免费,水轮机发电,也不知能否带得动静电豹了。 等杰哥插上插头,他立马穿过房间,打算试试电豹子的使用手感。 到时候还得把地板一并拆下,拆墙体只是第一步,拆完加工后再键,确实能提高整体舒适度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,没想到水轮机发电还真可惜,很快杰哥就加工出第一块木板来。 光滑的面层看着确实舒适太多,两孩子随即找个好地方生活玩耍,后面还得陪妈妈出趟远门,有了足够的居住空间。 为现在的翻新带来了很大的便利,熟悉整个过程以后,杰哥已经可以单独完成整个加工过程,所以乔乔也没打算闲下来。 他准备带孩子出去采摘蔬菜摆摊挣钱,目前家里并没有多少活需要干,何不如出来到其他农场采摘一些新鲜蔬菜。 撇篮可以炒肉还可以凉拌,而且搭配小辣椒来炒,十分好吃,虽有一股特殊的苦味,但回甜让人倍感舒适,而且刚采摘的蔬菜不仅新鲜,靠天然肥料种植的还很健康。 三两下的功夫,他们已经采摘了一小堆撇篮,听说这东西做泡菜很好吃,有谁用它做过泡菜吗?口感如何? 采摘后的撇篮,还得将根部和叶子砍掉,放进花萝里,看着既饱满又十分安逸。 出于对菜叶的好奇,小月似乎找到了新的乐趣,可星则帮妈妈一起处理根部和菜叶。 阳光还没照进这里,现在采摘非常合适,她也有自己的一箩筐。 这里离即是有些远,但他们会选择到人流较多的地方摆摊。 等上街摆好摊位,老顾客们也上来认真挑选,知足常乐,平安健康就是福。 不过这几天有一丝丝冷意,加厚衣服的同时,孩子们也穿上了袜子,这也不知道是谁家的抗动小baby,从开局完到现在也没走。 而四斤的撇篮,卖下来是三块钱,在你那里,撇篮多少钱一斤呢? 等乔乔带着孩子返回农场时,杰哥已经将大部分木板加工完炒,想着老婆和孩子还没有吃饭。 杰哥打算停止木板的加工工作,今天的加工也暂且告一段落。 总体来说还是十分满意,乔乔打算洗一些撇篮来炒肉,还别说,这东西做泡菜脆脆的挺好吃。 杰哥已经开始拿着网多擀鸭子,自己养的鸭子肉质挺不错,到时候弄些香茅草来一起烤,简直不要太安逸。 杰哥负责弄烤鸭,乔乔在一旁切起了撇篮片片,今天有肉,还能弄来炒肉吃。 对于他们来说,用这种香茅草再合适不顾,家里都种了许多,只需要把这些香茅草切碎。 外加一些切碎不用去皮的大蒜,接着将准备好的竹竿穿进去,然后继续将配料全部放入鸭体内。 做完这些,放到火上慢慢烤制,油稍微让人忍不住想吃上几口,孩子们都等不及了。 乔乔这边正在准备炒撇篮,鸭杂它们并没有扔掉,就是炒菜的撇篮放得有点多。 天气冷了,明天杰哥打算带着家人上街买些厚衣服和袜子。 摆掉整个地板重新加工,是哪个人才想出的这样翻新,美好的一天如约而至,鱼塘已经可以实现钓鱼,非常安逸。 大鱼塘这边效果确实差了些,等阳光照进整个农场,杰哥和乔乔开始进行今天的工作。 这次的翻新,索性将这些床板移到给加工,尽可能的一切由自己制作。 不仅省钱还很有成就感,幕房整个空间看起来不大,但杰哥已经想好床架的摆放位置。 就这样,先暂且放到外面去,到时候二次加工再重新安装。 时间久了有些裂缝不可避免,好在并不影响使用体验,蹦几下都不怕散架。 粗糙的木板表面机灰严重,打扫起来并不方便,有些角落还有老鼠搬漏的玉米。 要不是这里冬季较为温暖,这种漏风的墙和地板,完全抵挡不了寒风的清洗。 生活起来会十分不易,抬高地板有许多好处,一来地板干燥,不会招来一些恶心的虫子。 二来还能有一些储存物品的空间,等加工好重新安装上木板,也能给家人创造一个更好的居住空间。 今天拆下来的木板比较多,巧巧抓紧时间开始拔钉子。 趁着孩子上学时间,提前把这些钉子处理掉,这样不仅安全,还不影响下午的计划安排。 今天不仅要拆掉整个地板,还有墙面的木板一并拆下。 而后,对于这个开关带插座,杰哥打算先下螺丝,目前并没有想到更好的安装位置,那就暂且先挂着。 等他拆完一面墙,这下总算可以开始拆地板。 上次下雨来了一条蛇,考虑到有些老铁怕蛇不敢看,于是小编去掉了那个恐怖的画面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木板越拆越多,要是用传统的豹子来加工,这得消耗太多的时间。 墙体加上地比,量还挺多,好在有两人一起努力,互相搭把手,生活才会有盼头。 在最好的年华遇见最好的人,是多么幸福的事啊,爱与被爱都如此珍贵,来这里的时候什么都没有,连这个衣柜都是杰哥亲手做的,当时大家放衣服的时候可开心了。 不过建造地板的木板,只需要加工一个面层,这样能节省很多时间。 等将墙体和地板拆完,杰哥随即过来准备加工木板。 风箱虽好用,但还是解决不了加工侧面的难题。 后面杰哥会简单制作一个支撑架来解决,目前并不需要弄花里胡哨的东西。 主打一个省时省力又快紧,抓紧把这些木板加工完,也好今天就直接建造地板。 等杰哥加工到一定的数量,他立马和乔乔商量起清理地板浓骨的工作。 这次也算是来个大扫除,将表面的垃圾清理干净,到时候安装上木板,又像新的房子一样安逸,岂不美哉。 最近只能先睡在另一间卧室,即是挤了点,确实没选择,时间匆匆而过,建造地板的材料已经加工差不多。 在打扫的时候,乔乔将就把架空的小空间清理一遍,有时候无聊大家也打打牌,大扫除的时候,总会有一些新的发现。 清理出宽敞的空间,空空如也,心情也跟着愉悦,这些废料废渣,还是一如既往的全部倒在道路的转弯处。 等加工好木板,杰哥开始准备地板的建造。 先将木板全部搬到一边,然后选择合适的木板开始进行拼接,乔乔并没有闲着,而是在一旁帮着杰哥搬木板。 加工后的面层谈不上有多精致,但相比之前确实好上几倍。 作为一个经常建造的老司机,一定要先拼接好再进行固定。 对于这种形状各异的木板,合理拼接能更好地利用木板填小缝隙。 而打钉子的画面,似乎又让两人回到了一起干工地的日子。 那年他双手插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,从做小工半沙江开始,做到了成为大工粉墙。 多年的积累总算攒了点钱,现在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,也真不容易。 地板虽然达不到统一高度,但翻新后的居住环境体验会很不错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,两人将另一块地板也给建造完毕,等固定好这块木板。 是时候出门接孩子放学,在出门之前,杰哥先煮上一锅木薯来喂猪,乔乔则轻点起票子。 今天是时候给孩子买些冷天穿的衣服袜子和鞋。 来到学校,等了片刻孩子总算放学,这里没有各式各样的商店可供选择,但买上一两件可抵御寒冷的衣服问题不大。 乔乔带着孩子选一些厚袜子,一次性买多双袜子再合适不过。 随后杰哥叫两女儿过来挑选鞋子,天冷了,是时候给老婆孩子挑选厚湿点的鞋子,脚暖和身体会舒适许多。 乔乔则带两女儿去一边试厚衣服,但似乎这质量有点令人担忧啊。 给小女儿选好后,大女儿最终选择了这款红色的,没有计算器,大家只能记在纸上算了一点。 折算下来,一共花了210多块钱。 直隔多日,杰哥打算在鱼塘一水口建条排水沟,在空闲之际,他和老婆一起采摘五鸦果和成熟的冬瓜。 时间和身体,总有一个在路上,早晨空气清新,鱼塘的堤坝有了深深的裂痕。 杰哥随即下去产了些土来填缝,放牛的事交给乔乔,黑牛太小,他们打算过几天再买头水牛,这样就算微耕机不行,还能用牛离地。 溢水口处的几块木板,搭的草率了些,杰哥想将这里砌住一条排水沟,这样不仅方便水流通过,到时候搭的桥看起来更顺眼。 对于溢水口处的地块,还得先平整一块地皮,以便用来砌住石墙。 平时杰哥在周围割些青草来喂鱼,水喂一般,还算过得去,接着将挖掘后的地块拍石压紧。 砌住的石头,刚好可以在旁边的土砍收集,等砌住好石墙,也好回填一些泥土,要不然两侧的泥土总会因为雨水而塌陷。 等将石头收集完毕,杰哥花了些时间运来了沙子,水泥的花,家里还有一袋,就是寿潮有点硬邦邦,砌个石墙凑合着用,倒也无妨。 杰哥直接用斗车推过去,木桥的花,之前有现成的,下次拖过来就能搭上,有源源不断的吸水供应,鱼塘倒成了的大型蓄水库,搅拌沙浆取水十分方便。 做完这些,杰哥开始准备砌住石墙,巧巧则在上面搅拌沙浆,从两侧的砌住一道矮墙过去,到时候中间用混凝土铺平。 建造并不复杂,农村生活就这样,每一个角落,做都做不完。 跨度虽小,不解决连接方式十分影响通行,而且下面的水位,对孩子来说挺危险的。 对于石墙的体量,杰哥并不打算气太高,主打一个食用,溢水口能建成这样,他已经很满意。 与此同时,巧巧开始到一些石子准备搅拌混凝土,材料并不多,砌住一条排水沟也还算凑合。 杰哥继续用沙浆填缝,等建好排水沟,他们还要出去跑跑市场挣钱。 等杰哥完成墙体填缝,他立马上来和巧巧一起准备搅拌混凝土。 丰富的水源十分利于建造,能免费获取,还能节省一大笔开支。 为了便于铺平混凝土,杰哥打算换上雨鞋来进行操作。 在他精心的铺平和踩石之下,一条小体量的排水沟马上要建成,接着再多次来回蹦打几下,后面在两侧回填些泥土,简简单单,并不用做得多复杂,实用就行。 随着新一天的到来,两人马不停蹄地往街上赶,经常来这些地方买鱼,每一棵果树的位置他们都记得很清楚。 采摘这些五鸦果如碳囊取物,这些果子形状长得很奇特,虽然吃起来有酸涩感, 但还是有那么一丁点回填,年轻人出门打工,家里只有一些老人,基本没什么人来采摘骨子。 所以杰哥一不小心又收获了满满一花螺,将就得了,做人不要太贪心,乔乔已经准备好了蘸料,先把五鸦果切成片,看着感觉有点像青枇叭,果肉含粘液,蘸点辣椒盐味道很奇特,酸酸的。 杰哥边吃还边发表爽口的感言,既然切了一些,吃不完一个是不许走的,虽然小编没吃过,但听着乔乔那巴鸡嘴,应该是很好吃了。 除此之外,农场主地里的冬瓜也到了采摘之际,杰哥经常摆摊,将这些冬瓜采摘卖掉,杰哥也能挣些钱,而且整个藤架的冬瓜数量并不少。 所以一花螺装了五鸦果,而这花螺却流来装上冬瓜,等到达街上悬好点位,杰哥和乔乔开始了今天的摆摊生活,周围并没有什么摊主。 刚采摘的新鲜水果和蔬菜,立马吸引了一大批顾客,有些已经是老顾客了,经常会过来光顾杰哥的生意。 平时来了要等许久,今天摆摊格外顺利,刚来不久,笑嘻嘻的两人已经卖完大部分商品。 至于剩下的三个冬瓜,也就直接装进花螺杯回去。 在回家之前,杰哥还想买一龙鸭子回去喂养。 之前养大的鸭子所剩无几,干脆这次多买鸭。 称重以后,老板还特意找了个更大的笼子,这样鸭子不仅有更好的活动空间,同时也方便杰哥和乔乔直接扛回农场。 上次买的鸭子关在鸡舍里,乔乔一早就赶鸭子下田。 除了喂养一些五股杂粮,鸭子以青草和虫子为食,长大的肉质非常不错。 杰哥这边也十分忙碌,他准备先打蝎米,家里养了几头猪。 这些米糠非常有用处,搭配木薯和芭蕉,这是时常配备的食物。 小女儿在厨房玩水,仔细一看,杰哥加米还挺白。 300块钱逃来的粘米鸡,果然为家庭带来了极大的便利。 先把这些米糠全部装入袋子中,早上的打米也就完成了。 做完这些,两人打算搭桥来连通堤坝,重新伐木狠花时间。 所以他们选择了旧物利用,将之前扔掉的木桥拖过去,也能暂时解决通行问题。 只不过这边水位令人有些忌惮,好在中途并没有掉下水去。 成功运来木桥,回田还需要再运上挤车泥土,以便填平水沟的两侧。 等倾倒的泥土已足够填平两侧,杰哥和乔乔开始产泥土来回田。 这种堤坝,杰哥也没敢放太多水。 这种水位,将就养养鱼也还算凑合。 第一次挖这么大的鱼塘,他并没有多少把握和经验。 而浸泡过水的木桥便中了血。 夫妻二人费了好大的力气,才将木桥抬上来摆放。 随后两人重新调整位置,接着在两侧挖坑来固定桥体。 阳光渐渐照进农场,杰哥计划先打通道路,后面还得去隔壁村买头水牛。 等固定好桥体两端,为了方便车型,杰哥还特意运些泥土来找云。 不过看着这木桥的质量,也真是为以后的拖运感到担忧。 要是重新换上新木头和木板,安全性更有保障,连接好堤坝。 接下来一家人打算外出,买水牛的钱。 杰哥已经备好,他随即让老婆重新仔细清点一遍,至少嘛,也要准备六七千块钱。 而经过他们几次的询问,最终找到了一家比较合适的。 这家农场主养了几头水牛,他刚好有卖掉一头的打算,买牛也有讲究。 杰哥转一圈仔细观察,不仅要看牛的骨架大小,还要看端门是否干净有没有异常。 几千块钱可不是开玩笑的,加上水牛眼睛炯炯有神,牛鼻尽上汗均匀密布。 看了一圈,杰哥打算买下这头水牛,大家都无意义的话,那就开始牵牛鼠钱吧。 为了让各位看官也能了解买牛的价钱,杰哥以五张为一堆,一张二十万,总的也就十六堆。 合计一千六百万越南盾,然后杰哥又补了两张二十万,折算下来,这头水牛花了五千九百块钱左右。 买这头水牛的钱,都够娶一个媳妇了,以后他不仅可以离地,还能一起观赏自由翻滚。 好在这里的天气和条件非常适合养水牛,直到目前,杰哥家养殖了两头牛。 在空闲时间里,杰哥和乔乔才继续建造墙体,加工后的木板,建造后的墙体变得更加细腻,舒适的空间能让生活上一个档次。 杰哥随即用两根竹竿作为支撑,这样可以将木板的窄边加工整齐,拆来拆去比较麻烦,索性直接一道给他处理平整。 要不然后期又得拆下来重建。 明天的话,他打算带家人上山采摘野果,加上砍一些甘蔗,又能上街继续摆摊。 放牛之前需要做些什么准备,那就是给两头牛准备铃铛。 这可是乡村的GPS系统,到时候寻找牛也方便些。 毕竟这两头牛可花了杰哥不少的钱。 放牛出来吃草,今天并不需要再制作食物来喂养。 山上有许多野果,杰哥和乔乔发现了一颗大果龙,果实像蘑菇一样长在树上。 虽然还没爬上树,但一家人已经忍不住想品尝几口。 随手将地上的一串采摘来食用。 听着一阵阵嘎嘣脆的声音,第一反应就是这东西他能吃吗? 看着就没数,倒也无妨。 这果树产量非常不错。 记得以前采摘下来喂猪,倒是不敢随便吃这种果子。 杰哥随即选了个绝佳位置开始采摘。 这种野果价格卖得很便宜,大自然的馈赠。 让杰哥用一些体力就能获取。 熟后里面有像鼻涕果冻一样的果冻。 整个形态和无花果非常相似。 杰哥随手采摘,一把扯下来,采摘的手感十分满足。 对于比较远的质干,也只能望而却补。 有了家庭,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冒险。 为了安全考虑,杰哥也只顺着主干采摘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,他们收获了满满一花螺。 除此以外,旁边还有一个农场,光卖绒果商品太单一。 而这片果林里有一些长得稀疏的甘蔗。 分散的一窝窝甘蔗,用便宜的价格就能自主收集。 卖相差是差了些,但在小地方也还算看得过去。 到时候搭配绒果一起卖,非常合适。 等砍上几根甘蔗,巧巧随即削了两截给小女儿。 杰哥砍的这些甘蔗。 杰的长度甚是满意。 记得小时候甘蔗每一杰都很长。 而现在上街看到的甘蔗每一杰又粗又软。 虽然很喜欢啃甘蔗,但挑选它真的很困难。 杰哥挑选的这些甘蔗,还是给了农场主一笔小费用。 杰哥出体力,赚一点差价。 除了收集两捆甘蔗以外,他还准备采摘其他果子。 等处理完甘蔗,接着到一侧的地块采摘翻木瓜。 树膏不容易采摘,巧巧打算用上竹竿。 不过想要用花螺接住一个大翻木瓜,这种冲击力还是让人有些后怕了。 随着杰哥笑容逐渐消失,擦掉一些石子,脉象差了点也还能将就。 看着好玩,小女儿硬是要自己亲自采摘一个试试手感。 由于力气小,加上不懂得怎么使力。 在夫妻二人的细心指导下,小女儿才完成了翻木瓜的采摘。 这翻木瓜还是挺大的,尽管落地砸到了一些石子,好在并没有砸烂。 目前杰哥一家人收获了熔果。 甘蔗和翻木瓜,收集好这些商品,总算可以上街摆摊,等大家弄好摊位。 其他果子好不好卖不知道,但甘蔗肯定不会太差。 价格便宜吸引了一帮甘蔗粉,而且摊主自己都边卖边吃。 这样的一捆甘蔗,三块钱就给卖出去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小女儿忙着去上学,甘蔗也只剩一些。 等到最后,还是老顾客上来拿下剩余的翻木瓜和绒骨。 至于剩下的一些,只能背回农场自己享用。 回到农场,两人休息片刻后,他们并没有停止建造的脚步。 两人打算在这里建造一个鸽子房,以前拆下来的材料还能用一用。 趁现在空闲,可以先将这些木头和木板利用起来。 先固定两根木头作为柱子来支撑。 柱子的一侧,则固定一根横向木头,接着打入钉子将节点牢牢固定。 承重效果并不差。 杰哥继续在上面固定木板的同时,悄悄随即到旁边搬运一些瓦片过去。 将之前未损坏的盒子摆放好位置,紧接着固定一根木头来作为支撑。 稳固的结构,上人都不带怕的。 有了大体框架,将准备好的瓦片覆盖上去。 同时增宽房前的停留区域,忙碌的一天也就这样结束。 高桥准备制作喂猪的食物,他紧握着打火机,轻轻点燃了手中的竹片。 喂猪们带来温暖与满足,这是他们的日常。 而杰哥的勤劳,是房屋的安全。 杰哥专注地产起泥土,每一产都是他对房屋安全的坚守。 只有保持屋后排水沟畅通,才能确保木房在暴雨来临时不受影响。 他深入沟渠,不留死角,产出每一块堆积的泥土。 产入斗车后,杰哥用力推动斗车,将土堆运到鸽子房一侧。 只有这样才能使房屋更加安全。 一次简单地清理工作,消耗了杰哥的一些时间,乔乔也有自己的活。 他用洗洁精细心地清洗着碗筷,他不断地忙碌着,却从不抱怨。 最后用清澈的山泉水冲洗干净,而洗完的碗,被他抬到太阳下晾晒。 尽管此刻他很忙,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,那就是上山收集一些用于烧火的木头。 夫妻二人开始了分工合作,杰哥负责锯木头,准确而有力。 木头纷纷被锯成合适的大小,这些木头将为他们带来温暖与舒适的生活。 在另一侧,乔乔则负责挑选合适的木头,他们默契地配合着。 每一块木头都经过乔乔严格地挑选,确保它们适合用来作为柴火,考虑到后面还有采摘计划。 杰哥这次直接使用油炬,快速收集能争取更多的时间,以便顺利进行摆摊计划。 去好所有木头后,夫妻二人一起搬运木头下山,搬运木头是个巨大的挑战,但他们默契地分工合作。 好在这里离木房并不远,每隔一定的距离来定点扔木头,就能将一大堆木头全部搬到合适的点位。 等将木头搬下山来,接着需要准备一个能遮雨的地方存放,将堆放于此的木板搬到一层,后面些许还能用上。 至于剩下的这些木头,统一锯成合适的尺寸,干脆把它们全部处理来烧火。 要不然厨房这里乱糟糟的,用两块砖垫高来作为支撑,将木头妥善地存放起来,以免被雨淋湿。 木头的质量与保存对他们的生活至关重要,整整齐齐摆放,不仅看起来顺眼使用也很顺手。 堆放好这些木头,夫妻二人一起清理杂乱的地板,互相配合着,用心打扫地块的周围,再不保持整洁,又得被大家吐槽一遍。 处理完农场的事务,杰哥和乔乔手持工具,来到农场采摘南瓜,看到瓜藤,手都有点想帮忙采摘几个下来。 眼前的南瓜长势良好,不管是白水煮来蘸辣椒水,还是用来炒菜,口感都非常不错。 杰哥凑近南瓜,仔细观察每一个,认真挑选着最完美的。 乔乔也采摘着一个个放入花螺中,这个过程充满着解压与放松,能让人内心逐渐沉浸下来,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了一体。 每一个南瓜都如同一个小小的希望,带给杰哥和乔乔满满的喜悦与满足。 不过除了采摘南瓜以外,在阳光明媚的农场,他们来到西兰花田进行采摘,西兰花茁壮成长,长势良好。 两人小心翼翼地用小刀切下每一朵西兰花,动作轻柔而细致,生怕一不小心就弄坏了。 花蕾细腻,结球警示,花蕾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芒。 每一朵西兰花都是心灵的盛宴,尽管太阳火辣,收获得美好让人感到了一丝丝放松和解压。 享受着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时刻,眼中也充满了成就感。 当花蕾装满了西兰花,杰哥和乔乔才准备出发赶往集市。 来到街上,太阳温暖地照耀着街头,夫妻二人摆起了摊位,摆满了新鲜的南瓜和西兰花。 顾客们踏着轻快的步伐,纷纷上前挑选。 顾客们仔细观察每一颗南瓜和每一朵西兰花,他们挑选着最完美的,嘴角挂着满意的笑容。 他们知道,新鲜的蔬菜是健康与美味的保证,生意做得非常好,摊位前人头攒动。 老顾客们纷纷过来支持夫妻二人的努力,能得到这么多老顾客的肯定与支持。 杰哥和乔乔内心充满了满足感,用心服务顾客,他们在这里获得了成功和回报。 回到农场,辛苦摆摊一天,回家清点钞票的喜悦一满心间,辛苦的努力得到了回报。 这些钞票见证了他们的汗水和坚持。 随着忙碌的一天结束,杰哥和乔乔开始喂养家畜和家禽。 他们轻柔的喂食,看着他们享受美味的同时,也感受到了生命的温暖和亲密。 田园生活是如此美好,在这里能够与家人共同劳作,分享快乐与成果。 远离城市喧嚣的同时,还能享受纯净与自由。 才是真正的田园生活,因为他真的需要种田。 忙碌结束后,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喂养家情家畜。 美好的一天如约而至,一早可星就蹲在炉灶旁边烤火。 猫咪也跟着享受温暖的时光。 杰哥手握电豹子,细致地加工着木板,为建造坚实的墙体倾注心血。 爆片飞溅,呈现出木质的纹理与光泽。 他用巧妙的技巧,打磨出平整的表面。 每一块木板都是他对家的爱与沉默。 巧巧眉头微醋,手中梳子轻轻划过女儿柔顺的发丝,传递着母爱的温度。 在他的呵护下,女儿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幸福与安全感。 做完这些,巧巧和两女儿带着喜悦和期待来到家情室。 他们细心地准备了新鲜的木树,剁成小块后,用来投喂家情十分合适。 家情们聚到一起,用嘴巴着实木树,互相间传递着欢乐的气息。 这一片纯真的场景,将一直在他们心中留下美好的印景。 为养好家情,杰哥手握邮具,带上巧巧一起为建造养殖场的围栏做准备。 昨晚下了点毛毛雨,好在并不影响伐木进度。 微风拂过,伐木的旅程变得如此舒适。 杰哥细心地选择合适的树木,每一棵都是达到了建造要求才砍的。 锋利的锯齿咬入木头,轻松地将树干切割成合适的长度。 伐木的过程并非简单的体力,他需要一个人的细心和耐心,并注重每一刀的角度和深度,以确保木头的质量和稳定性。 刚锯倒的这棵树木,杰哥继续将其锯成合适的尺寸,随后也将收集后的木头扔下道楼。 将这些木头全部搬运下山,也好统一扛到养殖场。 好在建造围栏的柱子要求一般,重量让他俩一次还能扛上两根,互相鼓励,共同分担复合。 过程虽辛苦,建造以后会有满满的成就感。 随着太阳逐渐升起,夫妻二人手握工具,用铁仙和钢签挖掘坑洞来固定柱子,一个个深入地下,为围栏的柱子准备好基础。 高强度发力导致全身发热,悄悄打算轻装上阵,这样也好继续挥动铁仙来挖洞。 建造一道坚固的围栏,为家禽和家畜提供安全的环境。 鸡倒是有地方下蛋负担,鸭子估计会直接在田里下蛋,要不了多久,就能去田间捡些鸭蛋回来。 接下来,将具好的木头搬运到坑洞中,回填一些泥土并夯视固定,相互配合又分工明确。 固定起来能节省不少时间,直接从一侧围一圈过去,到时候固定上铁丝网,也就十分OK。 完成柱子的固定,杰哥还得立马上街买铁丝网。 阳光洒进农场,他骑着摩托车穿梭在狭窄的山路上。 等到达街上,杰哥仔细挑选用于建造的铁丝网。 在老板的帮助下,两人将铁丝网稳稳地固定在摩托车上。 光这一捆铁丝网,折算下来就花了杰哥290多块钱。 这些铁丝网将为他的养殖场增添一道坚实的防线,为家禽和家畜提供安全与保护。 山路曲折险峻,杰哥小心翼翼地驾驶着摩托车下山路。 山路的狭窄和崎岖增加了运输的难度。 木桥的宽度设计得刚刚好,能容纳装上铁丝网的摩托车通过。 最终杰哥顺利将铁丝网运回了农场,等将铁丝网抬下车来。 杰哥还得继续上街运材料,乔乔带着两女儿开始清理和平整这块场地。 两个小孩子充满了好奇和活力,他们推着装上石头的抖车,努力地将杂乱的石块清除出去,轮子在不平坦的地面上颠满。 欢声笑语后,只能亲自用手剪。 他们虽然年纪小,但还是能帮上不少忙的。 大家都明白,只有将场地平整,才能为养殖场营造舒适的环境。 等杰哥再次运回一捆铁丝网,两人合力将其搬到合适的位置,网坚硬而沉重。 铺开来可以用钉子固定到柱子上,他们已经准备了钉子和锤子,仔细地将铁丝网固定在柱子上。 每一次敲击都需要准确的力道和技巧,以确保铁丝网紧紧地贴合在柱子上。 当最后一段铁丝网固定在柱子上时,大家的努力和汗水变成了一道安全的屏障。 忙完这些,接下来开始准备种植水稻。 用微耕机梨田,梨道打泥成江,后面也好做央地来下种。 深山的忙碌生活从割草机开始,杰哥小心翼翼地打开油香盖,今天需要带家人一起去地里除草,到时候也好种些农作物。 由于去的地方较远,还得提前准备中午的食物。 杰哥简单将鱼网布置在秦社外,这并非为了猎奇,而是为了野炊美食的享受。 新鲜的野味将为饕贴盛宴增添一份味蕾的惊喜。 同时也让一家人享受着野外的自由,舒展着真实的生活。 巧巧细心地将新鲜的米饭准备妥当,他拿起芭蕉叶,轻柔地包裹起米饭,仿佛为他打造了一个温馨的家。 每一次的包裹,都需要他的巧手细心呵护,而香气肆意地蘸料,同样被小心地包裹到叶子中。 一场舌尖上的盛宴,将在野外的矿野中绽放。 杰哥拿起刀,咸熟地将大蒜切碎,释放出浓郁的香气。 随后,他将处理干净的鸡肉和各种配料一一装入袋子。 这些配料,如同秘密武器,将在篝火上绽放,为野外的餐桌带来一场无与伦比的味觉盛业。 一切准备就绪,杰哥带着家人踏上了漫长的征程,前往地里除草,道路虽然能通车,但艰苦的条件却让人不禁心生敬畏。 穿越荒芜的原野,心怀希望地向着目的地迈进,来到自家的田地。 这个小牧房是个不错的庇护所,它坚固而温馨,是一个见证农场辛勤劳作和家庭团聚的地方。 在炎热的天气,还能提供一个清凉的栖息地,让他们在劳作之余得到舒适的歇息。 戴上手套后,夫妻二人手持各自的工具,一同踏入地里,开始了除草的任务。 杰哥拿着割草机,草杂的声音滑破宁静的田野,巧巧则拿着弯刀,小心翼翼地割出另一部分的角落,到时候把割下的杂草晒干,堆积起来后就能变成有用的焚烧材料。 为农场提供了可再利用的资源。 两个孩子在空闲之余,还清扫了房内空间,眺望着无垠的田野,此刻没有束缚,只有无尽的可能,比如一起到广阔的土地上奔跑探险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临近午饭时间,两个女儿兴高采烈地帮忙收集一些木头,对于较长的木头,还得简单处理成小段。 随后杰哥拿出打火机,轻轻点燃一张废纸,火焰跳动,熊熊燃起。 而眼光锐利的杰哥,立马在旁边找到了一根完美的木棒,轻巧地消去多余的枝叶,留下的则是一根光滑的烤棒。 接着,他拿起提前准备好的配料,巧妙地往机枪中塞入,等将火堆轻轻扒开,慢慢烘烤简直十分舒适,很喜欢听烧火式噼里啪啦的声音,仿佛一下子又回到小时候,有家人相伴,是至真的幸福。 巧巧休息片刻后,也到了他展现烤鸡绝技的时刻,他细心地翻烤着,自家用五股杂粮养殖的鸡,肉质不言而喻,杰哥则继续清理周围的杂草,大山的风光,让人心驰神网,随着木棒不停地转动。 那诱人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开来,鸡肉金黄诱人,肉质鲜嫩多汁,可心手握小锅,装满着清澈的山泉水,等待水温升高,煮些蔬菜来搭配,简直不要太舒适。 接着,他拿起尖刀,轻巧地切开细兰花准备下锅,虽谈不上是一位成熟的厨师,但成为懂事的小厨师还是问题不大的,能够独立为自己做菜,胜过给自己点一份外卖。 随着烤鸡的香气弥漫,杰哥也闻到了休息的气息,随手搬一块木板来垫着,他熟练地将鸡切成小块,方便每个人食用。 巧巧到周围采摘野菜洗净后,也一同摆在大片树叶上,一家人开始享受美食的盛宴,两个女儿十分幸福,一人分得了一根鸡腿,尽情享用着每一口。 金黄酥脆的外皮散发着诱人的香气,蘸点蘸料确实美味,一口咬下,简直十分的哇塞。 享用完美味的午餐,杰哥继续清理着地里的杂草。 巧巧则清理一些割草机处理不了的角落,随着阳光离开这片区域,巧巧带着两女儿开始准备回去的任务,她准备打罗猪草回家喂猪,孩子们在地里欢快地采摘着野花。 阳光离去,微风带来了几分冷意。 至于小手捧满了鲜艳的花束,带回家,会为家里带来温馨和快乐的氛围。 随着第二天的到来,巧巧抱来了一些猪草喂猪,杰哥则准备建造木房的墙体,他娴熟地将木板固定在墙架上,每一锤都稳如泰山,确保坚固稳定,而巧巧则细心地地地上木板, 恰到好处地握稳,让杰哥更好地处理每一个细节,用尖刀处理掉多余的部分。 固定以后,这一侧的墙体算是完工了。 恩山的早晨,巧巧细心地照料着鸭子,打开大门,放养的鸭子夺步而出,水对鸭子来说,不仅是乐趣,更是健康的源泉。 他们在田地中寻觅着小虫,吃下它们,为健康成长尽一份力。 杰哥手握工具,细心地用木板来搭建墙体,钉子敲击声回荡在空气中,木板稳固地连接在一起,墙体即将建成,一个温暖的家园即将诞生。 巧巧回来的第一步,就是生火烧一大锅水来作为准备,同时他也剁些芭蕉杆来制作猪食。 不过刚烧的水并非用于煮猪食,而是用来浸泡谷种。 夫妻二人站到一旁,杰哥手上抬着装有浸泡好的谷种,将它们重新装入袋中,也好进行闷牙。 上次大锅也浸泡了些,两人小心翼翼地倒入新袋子里,动作熟练而耐心,争取不让一粒骨子溜过。 除了一盆一锅,当然还有浸泡好的这一桶,用废弃的安全帽咬进袋中,简直十分合适。 等将谷种全部装入袋中,此刻水温刚好达到合适。 加入一些冷水调到合适温度,第二次的浸泡也正式开始,用温水将袋中的谷种再次浸泡。 等完成浸泡后,夫妻二人找了个好位置,将刚才浸泡的谷种堆放到一起,在确保每个袋子都能得到适当的通风和保温的同时,杰哥还找来了塑料布,包裹起来先捂他一段时间。 瞧瞧现在煮猪食,到时候忙起来也不用担心老猪们的晚餐。 忙完刚才的工作,杰哥手握工具叙事待发,农场里的事比较杂,目前也只能相互交叉来调配时间,如果有挣钱的事,那么也需要分一些时间出来。 瞧瞧看上了对面山上的纵叶炉,夫妻二人联手,将会有一笔还算过得去的收入。 最近街上都在收购扫把花,先下手为强,而且纵叶颅杆还能用来喂牛。 来到目的地,两人手持弯刀开始收割,威风轻浮,大自然的馈赠就在眼前,但收割时建议戴上手套,毕竟叶子容易将皮肤划开一道道口子,找得到人手够得着的地方,那算你小子走运。 杰哥细心地选取成熟的金干,用稳定的手势取下花絮。 巧巧在一旁专注地处理花絮,别看包去叶壳的方式很用力,干净利落的手段还是没伤到花絮。 没有了叶壳,才能以更高的担价将花絮卖出,卖向处理得完美无瑕,看着貌似有了些扫把的优质特性。 一段时间过去,两人已经大汗淋漓,而巧巧竟然对虫子有兴趣,她包开纵叶颅杆,发现几只肥美的虫子蠕动其中。 她并不怕虫,或许是因为生活在深山,习惯了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。 纵叶炉花絮成为了制作扫把的重要材料,为人们带来了清洁整洁的家园,而金干则滋养着农田中的牛群,让它们健康成长。 随后,夫妻二人身手熟练地捆绑纵叶炉的花絮,用于捆绑的材料是随手收集的藤条,用心将这些散开的花絮捆绑成八份,接着每个人分到四份,再将两份合并成一捆。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,为了方便用一根木头来挑上尖脉,这样的捆绑方式恰到好处,刚好适合一个人用木头挑起两捆。 捆绑好以后,杰哥和乔乔挑着沉重的户物,艰难地往街上赶,这段路程并不轻松,既遥远又崎岖。 杰哥挑了两捆,大概有100多斤,而乔乔则背负着大约70斤的重量。 这次收购的数量令他惊叹不已,路上和院子里都摆满了大量的花絮,壮观而令人震撼,等两人放下沉甸甸的户物,称重计价也就此开始。 然而,杰哥挑的这捆明显超过了称重的限制,看来只能先拆分开才能继续称重。 老板看着每一捆花絮,他认真的用笔在纸上记录下它们的重量。 总的算下来,这次的收割,两人一共收获了97公斤的花絮,付出的无数汗水和努力,也在此画上句号。 等杰哥和乔乔回到农场,他们一起将收割后的纵业颅杆扛回家。 杰哥担负起舵杆的任务,为牛提供食物,而乔乔则进入厨房, 为猪猪们准备食物,夫妻二人紧密合作,彼此扶持,他们的努力和付出,为家畜带来了温暖和满足。 夫妻二人在田里做秧帝,撒上闷牙后的古种,他们随即到养殖基地买些鱼投放鱼塘,以后还可以带孩子一起来钓鱼。 美好的一天又如约而至,上次装入袋中的古种,看着形态闷牙已经大成,杰哥家田很多,所以闷牙的古种量大。 在撒拨古种之前,需要先去田里做秧帝,并排掉田里多余的水,在田坎挖个口子,可将水排到旁边的小溪。 两人搁到一边开始挖掘,干活有默契,彼此配合无需言语,让多余的水流出,这是种植水到不可活缺的一步,到时候就可以做几块秧帝。 微风拂过,带来一丝清凉,而在做秧帝之前,还需要用微耕机耕田。 杰哥开着微耕机走在田间,一群鸭子正在嬉戏,它们敏捷地穿梭,微耕机翻动着土壤,为谷种的生长创造最佳条件。 这样的田园生活,一边耕田,一边享受着土地带来的宁静和宜人的感觉。 不过生活总是充满小惊喜,在梦里才能实现的,今天居然还真捡到了蛋,看来翻地的时候要多加留意。 乔乔专注地处理着微耕机处理不到的角落,清理一些杂草和残留的根系,完美地补充着杰哥的耕田工作。 和煦的阳光洒在广阔的田野上,杰哥用力推着微耕机前行,田野一片翻耕的痕迹,土地呈现出肥沃的色彩。 当耕田完成后,两人换上一根木棒,他们打算开始做秧帝,动作细腻而准确,每一划都充满了细心和用心。 泥土的痕迹留在了两人的腿上和裤子上,这是他们对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,也是种植水稻付出的见证。 用心和汗水,在农忙世界彼此坚定地守望着,过程虽充满了辛劳和魔力,但也充满了希望和喜悦。 等做好了秧帝,杰哥和乔乔提来了装着谷种的袋子,拿起一个盆装上谷种,手指在谷种间穿梭,细心地掌握每一粒种子,十分舒适。 接着两人站在田坎上开始撒谷种,迎着微风,将一粒粒种子撒到秧帝上。 这些谷种将孕育丰盛的收获,生活有了盼头,他们的劳动不再只是为了眼前的辛苦,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未来。 当撒种结束时,杰哥走向小溪边,他沐浴在流水的清凉中,洗去身上的泥土,心情宁静而满足。 做完这些,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,杰哥迫不及待地准备好了一切,拿上空袋子,骑上摩托车,直接赶往养殖基地买鱼,抵达目的地后,一群人正在鱼塘边忙碌着捡鱼,来得早不如来得巧,刚好不用自己捡,一些老朋友也在。 杰哥加入到他们中间,开始一起装袋加水,鱼儿们活蹦乱跳,灵动的身姿让人心生喜悦,大家小心翼翼地选择着,将每一条鱼都放入袋子中,杰哥这趟要带回两袋,装好立即放上来称重技甲。 而每次的购买需要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,这是一份对生活的投资,未来的回报希望它是丰富而美好的。 随后大家合力将装好鱼的袋子绑在摩托车上,杰哥骑上摩托车,拖着两袋鱼充满希望地返回了农场,山路崎岖而遥远,好在回来的路上一切顺利,宽敞的堤坝,开车过来简直非常方便,乔乔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。 杰哥归来时,两人一起将鱼带抬下鱼塘,杰哥轻轻地将鱼儿投放进鱼塘,以后无聊了,还能带着家人一起来钓鱼。 等头放好第一个鱼塘,杰哥立即返回养殖基地,一群人已经等候着他的到来,杰哥充满激情地加入到队伍中来,大家一起捡取鱼儿,将它们放入袋子中。 这些鱼儿各个生龙虎虎,鱼身闪烁着风鱼的光泽。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杰哥这趟也装上两袋鱼回去,回到农场后,他小心翼翼地将鱼儿放入水中,看着鱼儿自由自在地游异。 杰哥内心充满了满足与欣慰,这一天的辛勤劳作终于圆满结束,拖着疲惫的身体,结束了这一天的忙碌生活。 杰哥为家庭重新加工了木床的构建,光滑的木材表面带来了新的体验,外加一顿属于两个人的丰盛午餐,每天虽忙碌,却越过越有盼头。 于是一家人还包车出去旅游,早晨的田野,乔乔拿着铲子来田间掏水沟,他小心翼翼地清理着每一块区域,古种生长的秧地,需要保持清洁和畅通,这些细致的工作将会为古种创造更好的生长环境。 上次撒播的古种生根发芽,在这片田野上,他为未来的丰收默默耕耘。 早晨的时光,杰哥在后院认真地加工着木板,为即将建造的墙体做准备,只有细致的工作才能打造出舒适的墙体,为家园提供安全庇护的同时,还能带来更好的体验。 而乔乔则继续清理富翼楼的空间,干净的地面有利于材料的稳固堆发,为工程的顺利进行提供坚实的基础,等打扫好富翼楼, 乔乔忙碌的身影在厨房中闪现,他巧妙地把握时间,边打扫边准备着中午的饭菜。 加工完木板,杰哥开始拆下旧木床上的床架,他小心翼翼地拔出每个钉子,听着钉子被拔出时的清脆声音,一丝丝解压的感觉渗透心头。 拆完床架后,杰哥开始加工木板,为家庭重新打造一个全新的床架,机器发出低沉的嗡嗡声,木屑飞溅,垫豹子的刀片紧贴木板表面。 杰哥用稳定的手势沿着木纹的方向切削,刀刃与木料的亲密接触,细微地震动传递到手中。 就这样,木板的表面逐渐变得平整而光滑。 创造出美丽又舒适的木制品时,与木料的接触让他忘却了外界的喧嚣与压力。 每一次的动作都是一次心灵的放松,玩都玩不过瘾。 当杰哥加工到略感疲惫,乔乔已经将饭菜做好,临近午饭时间,这次做的鱼,是从上次买来的里面挑选出来的。 肉质鲜美,散发着诱人的香气,新鲜的食材能够为饭菜带来更多的美味和营养,所以野菜也成为了他们的选择之一。 享用完丰盛的午餐,杰哥和乔乔将加工后的木板搬进木房, 随后乔乔认真地打扫着木房里加工后的废料,让房间恢复整洁。 他们也好安装床架,木板虽有深深的裂缝,只要不乱抱,应该没事吧? 乔乔用力地抓住床架的一侧,杰哥则紧握另一侧,直接用钉子加固,确保床架的每个连接点都牢固可靠。 经过之前的体验,杰哥还是打算重新换上木头,木头的表面虽没有出路,但承重可比之前要好一些。 哪天条件转好,再要个baby,让家庭更加热门,而木床位置还是和之前一样,紧挨墙体。 做完这些,两人快速建造另一面墙体,将左右两侧封上一部分木板,今晚就能直接入住,加工后的性意感能直接体现出来。 之前的衣柜,现在得抬进去存放。 木衣柜虽然简陋,但它为他们带来了方便和实用性,为木房增添了自然和温暖的氛围,让他们的生活更加有序和舒适。 摆放好衣柜的位置,杰哥随即用木板分隔墙体,以便后期安装木门。 在空闲时间,乔乔开始咬一些准备好的食物喂猪。 原生态的食材,散发着诱人的香气,选择了优质的食材。 亲自加工煮熟,确保了猪食的营养和口感,听着他们享受的声音,是一种踏实和纯粹。 随着一天的工作即将结束,乔乔喂起了鸽子。 杰哥来到田间,他小心翼翼地照料着上次撒播的谷种。 经过精心的照料,这些种子将会长成茁壮的庄稼,为他们带来丰收的希望和粮食的滋养。 在杰哥照料农田的时候,乔乔也出门上山寻牛,他轻轻牵着牛绳,与牛儿们一起穿越山间小径。 是时候将他们带回温暖的家了。 随着新一天的到来,两女儿带着充满期待的心情,因为杰哥答应他们。 每隔一定的时间,就带他们出去游玩一次,做好充足的准备。 一家人开始出发,他们要上街包车,坐上车以后,他们踏上一段别开生命的旅程。 抵达目的地,杰哥一家人登上了一艘漂亮的船只,向着一个美丽的小岛驶去。 微风拂过脸庞,海浪轻拍船身,一家人的心情逐渐放松起来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小岛的美丽展现在他们眼前,令人惊喜的适事。 人很少,空间很宽敞,轻松是旅行的主旋律,而且旁边还可以近距离看一遍。 一路上的欢声笑容,终于迎来了一次美好的旅游结束。 他们包车直接开到农场附近,而包车的费用折算下来120块钱左右。 这次游玩虽然是短暂的,却在每个人的心中埋下了浓厚的回忆和满满的幸福。 一次种植水稻引发的水石建造,解决了家禽饮水和碗水,随后进入开荒之地,采摘一些嫩菜还能上街摆摊赚钱。 从平凡的土地到绚丽的农场,一家人的农场变化之大令人惊叹,乔乔忙碌地撒上饲料,小心地照顾着美之家禽。 健康成长就像一幅美丽的花,令人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快乐与满足,而昨夜的雨水洗涤了大地。 在干农活之前,虽然天气不尽如人意,夫妻二人打算先穿上雨鞋,接着随手拿上土窝旁的工具,轻轻地打开铁丝网围栏。 杰哥和乔乔仔细选择了合适的场地。 按照预定的计划,他们打算挖一个方形的坑,挖深约30公分的深度。 昨晚的雨水给挖掘增添了一些难度,泥土变得湿滑,产入尖心,让挖掘变得更加费力。 泥土被挖出后先堆放在一侧,为后面的回田做准备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坑的形状逐渐显现出来,杰哥边挖边用铲子修池壁,以确保接下来的砖墙气处。 洁净清新的大地,阳光洒进农场带来一丝温暖,水池的深度接近预期,两人稍作一些调整,然后将底部拍打夯实,沙江找瓶后清理起来更加方便。 紧接着,两人开始了为水池气柱壁垒的工作,他们提前用摩托车将所需材料运到农场,为顺利施工做好准备,搬完红砖,再将沙子有序地倒进挖好的坑里。 好在提前备足了材料,要不然雨天摩托车下来实在不便。 简单搅拌一些沙浆,杰哥随即从一个角落开始砌出,他用巧妙的手法,先在基底上抹上均匀的沙浆,接着他小心翼翼地将红砖放置在沙浆上,每一块红砖都需要他精确地调整,确保水平和垂直的完美匹配。 用来蓄水的小水时,并不用砌柱的有多完美,但杰哥还是目光专注而准确,他的手进到适度,让每一块红砖都落在正确的位置上。 等砌柱好一层红砖,第二层竖着来砌柱,杰哥重复着同样的步骤,用同样的砖液和细心,砌柱起第二层和第三层红砖,动作熟练而娴熟,给自己打工,并没有多大的束缚,只有无尽可能。 等摆放好第三层红砖,杰哥细心地用沙浆填缝,他用手指轻轻地将沙浆填入红砖之间的缝隙,确保每一个缝隙都被填满,形成坚固的结合。 巧巧在一旁挖钩来为后期买管做准备,这里直达下面的鱼塘,埋根溢水管是他们的计划。 当杰哥完成了池壁的砌柱,他开始平整水池的池顶,并将沙浆涂抹得均匀平滑,偶尔,他发现一颗顽皮的石子,捡起扔掉以后,轻轻拂去,不留一丝瑕疵。 巧巧随即寻来了一根水管,用来作为一水管也许合适,他们仔细测量,确保管子的埋身恰到好处, 为稳定的水流铺就监视基础,固定好位置后,将挖掘后的泥土回填平整。 接口的地方,先用沙浆简单填充,接着切一小块红砖来压住,用沙浆封上,也能更好地保护一水口。 最后再平整一遍回填后的场地,水池的建造工作总算告一段落。 美好的天气让人心旷神怡,趁着这样的日子,夫妻二人迫不及待地踏出家门,生命随风飘转,人生历尽了艰难,大家都已不再是最初的样子,好在荒地还在,撒上的菜子已经长出来。 这是他们之前心情开荒的一块地,如今已经种满了各种嫩菜,在这种地方开荒,燃烧后的灌木杂草让土地更加肥沃,他们并没有打农药,不过人工除草确实会辛苦一些。 他们先细心检查每一棵菜苗,确保每一株都健康茁壮,这些嫩菜是他们用心种植呵护的成物,没有使用任何化肥,完全依靠自然的力量生长。 菜树们显得生机勃勃,果真是大地的馈赠,细心地采摘一片片嫩绿的菜叶,轻轻地放入花螺中。 这种嫩菜煮的时候不能用刀切,要用手扭,切得没有灵魂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花螺里渐渐堆满了各种嫩菜,这里没有喧嚣,只有自然的喜悦和劳动的收获,看那阳光安然地洒在山间,眼眶不觉有点湿润,猛然一想,不知道多少年没有享受到那般家乡味。 来到街上,夫妻二人一丝不苟地将蔬菜陈列整齐,这个交叉路口时常会有人经过,人们纷纷驻足,赞叹不已。 一些老顾客走过来,亲切地与夫妻二人交谈,蔬菜一如既往的美味,每次来都能找到最新鲜的。 杰哥和乔乔相互配合,默契地交流着,他们的默契让整个交易过程变得顺畅而高效,在忙碌中,乔乔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,这些笑容并非只因为交易的成功,更是因为他们一起努力的美好,这个摊位不仅是他们赖以生活的来源,更是他们共同的梦想和奋斗的见证。 等卖完这些蔬菜,杰哥和乔乔收拾起摊位,满怀喜悦地回家,走在回农场的道路上,小溪潺潺,弥漫着大自然的美好。 路过稻田,洒波的谷种生根发芽,生机盎然,至于上次建造的水石,已经可以放水进来看看效果,两人随即产一些泥土来回田池壁。 至于进水管,杰哥打算直接砍断这根水管,以达到取水的目的。 带老婆孩子一起河边捕鱼,高端的食材用简单的烹饪方式,外加用竹子制作的筷子,和家人一起也吹简直不要太完美。 早晨的寒意透过衣服对比渗入视线,杰哥早早磨刀准备出去放牛割草,巧巧为了郁寒穿上了厚厚的衣服,但杰哥仍然坚持只穿着薄薄的衣物。 随后杰哥带着女儿出门放牛,巧巧则留下来照顾家里的猪。 牵着牛绳,三人沿着堤坝向前走去,寻找适合放牛的草地,然而,他们并没有决定留在这里,牛并不需要被守着,天黑之前再来牵回去,等将两女儿送回农场。 杰哥来到小溪边,准备割些青草回去喂鱼,他手持镰刀,轻盈地挥舞着,割下一片片嫩绿的草,小溪水流清澈,发出悦耳的流水声。 每隔一定的时间,他们会来小溪抓鱼,在大自然的馈赠下,除了采摘一些野菜,鱼类也是一种挺不错的选择。 杰哥背回来一花螺的青草,鱼塘宽广辽阔,水面泛着微微的波纹,他将青草一把一把地投入鱼塘,想吃上自己养的鱼并不容易。 虽然之前买了些鱼投放到鱼塘,等它们繁殖并长大,也得等上很长的时间,加上水位并非以前的深浅,这次想打捞还真有些费劲。 等忙完手上的火,老婆已经在家做好饭菜,小猫咪也吃上次鱼的小鱼仔。 新鲜的菜叶和鲜美的鱼仔饮员垂涎欲滴,每个人用菜叶轻轻包裹着鱼仔,然后蘸些蘸料来食用。 那一口咬下去,鲜嫩的鱼肉和蔬菜的清爽交融在口中,带来满满的满足感。 这个简单而美好的场景,却成为了大部分人过年才能体验一番的家庭温暖。 阳光明媚,天气格外宜人,一家人决定出去野炊,在出发之前,杰哥先收好自己的鱼网,除此以外,还得准备一些蘸料和米饭,等做足了准备。 大家一起赶往离此地较远的河流,一家人漫步在田间,谷种生长良好,阳光洒在田间,给每一株作物注入了生机与活力。 杰哥带着家人沿着河边来到一个宁静的角落,他们准备下河捕鱼,尽管太阳高照,但空气中弥漫着一丝清凉的冷意。 虽然几次下来并未捞到大鱼,但小鱼却依然不断入网。 两女儿在岸边捡起光滑的石子,放进竹筒,享受着他们自己的欢乐,夫妻二人默契地继续向上游前行,沿途不断撒网,期待更多的收获。 杰哥稳定地挥动着渔网,将其准确地抛向水面,渔网展开,迅速覆盖了一片区域,然后,他们小心翼翼地缓缓收网,在网中,一些小鱼仔被捕捞了起来,游动在网阁之间。 杰哥和乔乔每隔一段距离,就停下来撒下渔网,再小心地收网,每一次,都会捕获一些小鱼仔,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,才能打捞到足够一家人野炊的食材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两个可爱的孩子坐在岸边,满怀期待地等待着父母的收获,不能下水的他们,只能帮忙拿些衣物走小路,而袋子中的小鱼不断增加,一点点填满了他们的期待,并带来了满满的喜悦。 阳光明媚的日子,两女儿也自己找些乐趣,河边可以采些翠绿的青苔,触摸着青苔的柔软质感,让他们在手掌上滑动,享受着这份小小的乐趣,杰哥在旁边小网一撒,收网后有小收获,鱼仔增添了鞋。 经过两人辛勤的撒网捕鱼,一次次只有小鱼入网,这次终于打捞到了稍微大一些的鱼,青山绿水,两女儿兴致勃勃地找了个好位置,准备收集一些干竹子来生活。 力气小的小月,顽皮地收集地上的枯枝,而可欣则拿起尖刀,熟练地砍下一旁的竹子,他们默契地合作,共同将收集到的竹子抱到一边堆放起来。 杰哥那边捕鱼即将结束,这样还能给他们节省一些时间。 可欣灵巧地用尖刀制作竹片,然后用打火机点燃另一顿,这火算是大成。 杰哥这边还在捞鱼,似乎没有停下的意思,不过鱼虽少,但给老婆的快乐怎么能少呢? 在两人运气的加持下,他们满在小鱼而归,这些鱼的品质优良,肉质鲜美,水质好自然很舒适。 高端的食材往往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,杰哥先是砍了一根粗壮的竹子,巧妙地将其制作成一个竹筒,准备用来烹饪美味的鱼肉。 打捞到的小鱼仔,被他们小心翼翼地放入竹筒内。 随后,他们再倒入清凉的矿泉水,让鱼肉能够入味。 为了增添风味,杰哥将准备好的蘸料也加入其中,让鱼肉在烹煮的过程中吸收香气,口感更加鲜美。 杰哥找来两块石头,将它们堆在火堆旁边,然后将竹筒靠在上面,明亮的火焰,温暖的热量让人感到舒适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,竹筒中溢出的香气扑鼻而来,令人垂涎欲滴,用竹子制作的器具,刚好解决了没有碗的难题。 同时,将竹片劈成宽度差不多的长条,清修后成为完美的筷子形状。 这些自制的竹筷将成为野炊石的得力助手。 外加野果树叶来搭配,简直完美至极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